怎么解决美甲贴纸起窍的问题 美甲贴纸款式简单又快速 但针对新手美甲师来说 很容易出现这种贴纸与假面不够贴合的情况 要怎么避免呢 第一点 假面假油胶不干 可有大量浮胶的时候不要贴 抗浮胶来年反而会更不牢固 第二点 我们在取贴纸的时候 切记不可用手习惯性直接去取贴纸 我们要用镊子去取 注意点三 用镊子取的时候不能用力去戳它 贴纸边缘会被损坏 注意点四 因为我们手上有油脂 取下贴纸后不能贴在手上 正确贴贴纸的方法 我们在涂好色胶罩灯后 拿一个棉片占取清洁剂 先将假面浮胶擦干净 我们在取贴纸的时候 把要取的这个贴纸在边缘轻轻对折一下 不要折到其他的贴纸 来回晃一下等到贴纸边缘翘起 我们就用镊子慢慢的撕下来 然后将贴纸对准我们要贴的位置 整个贴到假面上 先把贴纸中间压实再慢慢向两边压实 一定要将贴纸和假面完全贴合 如果你有这种硅胶棒 也可以用它将贴纸从中间向两侧压实 注意边缘一定要贴实 整个贴纸贴好后 我们从侧面去观察是否有凸起的地方 我们再将它压实 贴好后可涂一层加固焦照灯 如果不做款式直接上封层就可以了 记不住的姐妹记得关注收藏哦